面豉蒸排骨 今天我会和您们分享一个面豉蒸排骨 这是新鲜腩排12两 大约450克 面豉要1汤匙 大约1.5汤匙 另外要1片姜 1粒蒜头 和少许葱白 如果是酒楼这些排骨会在流动水下冲10分钟 我们在家的做法 在流动水下多洗几次 这样务求把血水洗走 另外也会有些人将排骨放在里面 然后再放一些淀粉 搅拌一会儿 目的是洗走血水 洗干净的排骨 吸干水 水 还要清晒 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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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少许蒜蓉 少许姜蓉 葱白醃好和味道再加 放少许胡椒粉 1汤匙麵糞 1茶匙绍兴酒 半茶匙生抽 1茶匙老抽 1茶匙糖 要拌久一点 让它入味 大约1分钟左右 开淀粉水 1汤匙淀粉 1汤匙淀粉 加1汤匙水 分次慢慢加入 白糖 。 几玻璃 中麻 加上葱白 再加1汤匙油 腌半小时 要尽量摊薄 不要重叠 如果吃辣可以切辣椒 水滚下锅 酒楼蒸8分钟 我大火蒸10分钟 因应自己的火力自行决定 如果请客可以灒1汤匙滚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